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们今天会讲一下12种天然的抗生素 在这几十年来抗生素都被滥用了 经常都会用到 现在出现了很多抗药性的病毒 其实我们以前说是 可能1940年当时 没有那么多药 人们是懂得用食物和草药去抗感染 人们是有细菌的 大家都知道抗生素是近代医学的奇迹 基本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1940年代 大家都感觉上 没有抗生素 很多人受到细菌感染都会死 有时候 你看回以前的电影 我记得有一次 都看到大陆的电影里面说述 有些人 因为受了细菌感染 而找不到抗生素 找不到培尼西林 结果死了 很惨 或者被他千方百计 找到少少 救了一条命 经常被人的感觉 抗生素是救命的 没有抗生素 就一定会死 但问题就是 人类历史上 那么多年来 细菌一向都存在 难道遇到细菌感染 人们都死了吗 很明显完全不是这样 一种被人误导我们 虽然培尼西林 在某种情况之下 当然是非常有效的 但不是代表没有其他有效的方法 只不过 在很多情况之下 人们是不懂得应用 其他天然的抗生素 所以我觉得 抗生素的滥用 已经令到很多人 产生抗菌感染出现 我们也知道 抗生素是我们第三个 文明人治病的原因 原因是抗生素 不单止和你杀那些 所谓的细菌 但是坏的细菌 但抗生素也往往 杀了你腸里面的好的菌 我们也知道 我们三十多尺的腸道里面 是有很多磷巴结的 差不多百分之七十的 身体的磷巴是在腸道的 大家都了解 磷巴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兵工站 是我们的制造抗体的地方 我们的白血球 那些抗原抗体的制造站 即是说我们的腸 其实是制造我们的身体 免疫的地方 我们的腸里面 当然有很多益菌 这些益菌很明显是保护我们的腸 令到我们的腸的环境 是一个健康的环境 也可以这样说 保护我们的腸里面的 磷巴的免疫细胞 那抗生素的广泛滥用 其实是破坏了我们的身体里面 很多的益菌 也都导致我们的腸道 出现腸瘤 甚至出现腸疾 进而出现那个腸敏感 那腸敏感就令到我们很多的食物 是出现食物敏感的问题 从而制造一连串的毛病 那你知道 有些人说 其实我都没什么吃抗生素的 那不是只是医生开始的抗生素 很多时候我们用的抗生素 是什么呢 在动物的治疗里面 即是我们的食物里面都有 没错 鸡的治疗 猪的治疗 其实放了很多 那为什么会在治疗里面 放这么多抗生素呢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参观我们现在的 所谓那些动物 即是那些养动物那些地方 那些农场呢 你会发现 他们的环境是 污糟到 是不可能病的 我记得很多 我早年在加拿大行医的时候 那我曾经有个诊所 是一个扶仔 Mind Forest 那里的 那里的病人 是那些养鸡 那他通常呢 他有一次 他请我去他吃饭 那当然 但我参观一下 他的那个鸡场 那里 有个很大的 那些鸡栏 很高的那些 整个斑那样的 你去开大门 走进去的时候 整阵阿摩尼亚 攻得你的眼睛打不开 那之后呢 那些鸡呢 就在一个这样的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仓库里面 当然楼面都很高的 整个地下呢 就洗掉它们了 什么什么麻麻的 那他们摸那些糞便 那些糞便 那些糞便 就会发酵 变到阿摩尼亚 那之后 你也看到呢 其实呢 这些动物 在这么骯髒的环境 这么毒的环境呢 是成长的 到它成长之后呢 就一早就拔走 嗯 接着要扔小鸡仔 那你想想 这些环境呢 通常它们都会病的了 那你知道 病了的鸡是卖不出的嘛 那所以呢 为了要避免它们病 或者它的病症没有那么明显呢 通常呢 很多些动物的治疗 鸡的治疗呢 是长期呢 是加了一些抗生素的 那所以呢 那个 我们的 所谓 我们的身体 接触很多抗生素呢 不是只有医生 当我有病的时候 医生开药的抗生素 其实我们的食物里面 很多很多 OK 好了 那自然界其实有很多很多 天然的抗生素 我今天呢 跟大家呢 介绍十二款 那 好了 第一款呢 是 叫做 Oregano Oregano Oil 就是 叫做牛脂 是吧 牛脂 那通常牛脂 是用在什么的 哦 做Pasta 做意粉 煮食的 是的 那通常呢 那通常呢 我们是做一种 就是一种 调味的香料 那样用的 那很多意大利的那些 那通常都会加进去的 那但是呢 很多人都不知道呢 原来这些香料呢 是有这么好的 健康的益处的 那好了 那这个 牛脂 Oregano 那它除了有抗细菌的功能呢 它也都可以帮助我们的消化 那也都帮助我们的减磅 可以帮助我们减磅 那这些 那其中有一个油的成分在里面呢 是英文叫做Cavacrol C-A-R-V-A-C-R-O-L 那我们中文呢 是叫做香芹 一种这样的香芹油 叫做Cavacrol 那原来这种油呢 是我们被发现呢 是可以是 是对付那些细菌的 令到我们身体感染的细菌的 那和这个油呢 那个牛脂那个油呢 亦都可以处理我们 因为消化的感染 那也有些所谓念猪菌的感染的 那所以呢 牛脂呢 不是只是一种香料 那么简单的 那就是一个天然的抗生素 好了 另外一个呢 抗生素呢 就是那个 苹果醋酸 苹果醋 苹果醋呢 当然呢 是用一些生的苹果醋 就是不要用高温 煮你的苹果醋 那我知道苹果醋里面呢 是含有很多抗 抗 就是那个 抗生素 以及有些 杀菌的功效的 那 那还有呢 苹果醋呢 是会自然地 是简化我们的身体的 那为什么简化我们的身体 那为什么简化我们的身体 那么重要呢 大家都听过我们的 讲座呢 我也有几集 讲过酸简的平衡 那我们身体要微简的 要保持 7.35的pH 的微简 但是如果我们的身体呢 一般的 我们日常吃的那些 文明的食物呢 是会酸化我们的身体的 当我们的身体酸化的时候呢 酸的环境呢 就会呕病的 记住 病是呕出来的 物先赴而后重生 就不是什么细菌感染来的 那所以呢 那个苹果醋酸呢 就会简化我们的身体 那有些人说 咦 为什么会简化呢 是酸来的嘛 是不是 好像柠檬那样 柠檬是简化我们的身体的 虽然呢 它的味道是酸的 那所以苹果醋呢 是其中一个呢 是能够简化我们的身体的 那也都可以帮助我们的那个 消化啦 也都帮我们减绑啦 那也都可以帮助我们 是减低那个 那个胆固醇呢 也都呢 减轻我们那个癌症的那个危机的 好了 另外了 就是蜜糖了 那相信大家都都听过蜜糖的 那我最近呢 就去了加拿大 两年前 那去加拿大 就去上一个 自然疗化的医学会 那些会议 那当然呢 也都很多人去 去推销那些 自然的医疗工具 那原来呢 其中呢 有一家公司呢 它就卖什么呢 是卖蜜糖的消毒药 哦 是呀 全部是用蜜糖的 一包包 一块块这样 那样 那就是呢 即是你有任何的伤口呢 其实你塗蜜糖就可以了 那当然它处理得很干净的啦 那些蜜糖啦 那个 那个受到感染的 那 在文明 即是 全世界文明的地方呢 都一直呢 都知道呢 蜜糖呢 是一个最好的天然的 抗生素啦 嗯 抗 抗菌啦 抗微生物啦 啊 消炎呢 是不是呢 和呢 是消毒的 那我也都听过了 在纽西兰呢 很多人都听过了 纽西兰 有一个特别的花物呢 就叫做manuka manuka honey 那manuka honey呢 它那个抗氧化的水准是很高的 而且它的治疗效果是非常之高的 那manuka的里面呢 manuka呢 它里面有一些酵素啦 那这个 这个 那个蜜糖里面的酵素呢 是帮它释放呢 是双氧水的 那这个双氧水呢 是帮助我们身体呢 是处理一些感染呢 和预防了细菌的生长的 那很多时候呢 那些人说 为什么蜜糖有效呢 其实就是因为双氧水的 那大家香港人呢 对双氧水一定有相当的认识的 那其实我们身体很多时候呢 杀菌那个机制呢 都是经过双氧水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的 受到感染的时候呢 我们身体的白血球呢 是会释放一些伤氧水 而这些伤氧水呢 是帮助我们处理的 那原来蜜糖里面的酵素呢 也是因为释放一些伤氧水呢 是帮助我们处理杀菌的 就是这样的 那一个很质素的 所谓那个Mannuka honey 那里面呢 有一些成分呢 叫做Methylglyoxyl Glyoxyl 即是甲肌月份 那这种成分呢 是知道呢 它是对那个细菌的活动 是很好的 那 那 就是我们最重要呢 就是买蜜糖呢 最好买那些叫生的蜜糖 就是不要买那些 是高温处理过的蜜糖 因为高温处理了之后呢 令到很多抗 抗氧的成分呢 就会消减了的 那所以呢 买蜜糖呢 就是最好呢 当然了 如果能够直接去那些农场那里 那有机会买到那些 是没有经过 我叫做巴斯特消毒的方法的蜜糖的 好了 那除了蜜糖之后呢 还有什么呢 就是姜黄了 那姜黄呢 那姜黄呢 除了它那个颜色 和它的味道 那也都呢 是帮助我们身体呢 是保护我们身体 对付一些有害的物质的 那 那 姜黄呢 那我们当然了 大家吃咖喱知道 姜黄 姜黄其中咖喱 是一个主要的成分 那也有些人呢 直接用姜黄呢 是在那个 做那个蔬菜汁的时候呢 加密下去的 因为它对付那个癌症 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那姜黄除了可以内服之外 那也都可以是外用的 那通常呢 我们怎么用呢 就会混合一些蜜糖 那姜黄粉很难 会倒出来的嘛 那有时候呢 加上一些蜜糖呢 就可以塗在我们身体感染的皮肤那些地方 所以说姜黄呢 蜜糖啊 蜜糖呢 蜜糖很多人都会有 但记住呢 都买一些是 就是生的蜜糖 那 和Manooga honey呢 那个效果会更加好的 好了 那还有什么呢 就大家都听过了 是加力啦 蒜啦 是吧 大家可能都听过了 那通常呢 那通常呢 我们呢 蒜蓉包啦 最容易啦 又香又成 塗些蜜糖 那样 那我们知道呢 一般的人呢 就会 商风的时候呢 会懂得用蒜 咬些蒜 那因为蒜里面呢 有一种成分 叫做Alocene Alocene Alocene 就是大蒜素 那这种大蒜素呢 是保护我们对付那些 莲珠菌啦 那个 parasite 那个 寄生虫 细菌 和其他那些 那所以呢 在我们平时 饮食方面呢 是加多些蒜 多些蒜头 加进去 好了 那除多之外呢 还有一个呢 叫做Great Fruit Seed Extract 就是西柚子的抽取物 那根据有一份医学雜誌 就是Journal of Alternative and Complementary Medicine 那外面呢 这个医学雜誌呢 就曾经有一个研究呢 发现到呢 这个西柚子的抽取物呢 是可以对付呢 800多种的病毒和细菌的 和很多的寄生虫 嗯 这么厉害呢 Grapes Grapeseed Extract 那很多人呢 就会用在 即是那些细菌子呢 就当作一种导虫的工具 因为很多的寄生虫呢 都可以用Grapeseed Extract 那 那 当然啦 如果我们有一种 平时我们都很强调啦 一个蔬菜汁的生肌饮食方法啦 那遇到 当然我们都知道 Grapeseed Extract 那Grapeseed Extract Grapeseed Extract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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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peseed Extract acadete 演养的 嗯 是啊 当然 也是有些人 就是有些人 有少部分人呢 会发现有少年 性敏感 customs 吃了shirts 有少年尼之 有一些刺痛 有些什么感觉 potentially 这完全是 рес eta 太多的白缘 最常方面 一出现有任何的 疑瘠나 或者感染 其实很多人都懂得用紫水花的 是很容易用得到的 另外一个就是椰菜 椰菜花是Cabbage 这种含有硫黄成分的椰菜 是一个我们叫做十字花族的 Cruciparate的品族的植物 当然也包括Blockoli和Kylie Blockoli是那些小小小的椰菜花仔 通常我用来对付癌症 很多人都知道椰菜花里面 椰菜有很多含有很丰富的维他命C 大概就是100克里面有36mg 它含有天然的抗细菌的方法 有些人就喜欢吃一些生的椰菜 在沙律里最简单 切切切到C 在沙律里面 也有人做一些Colse La 甜甜的 有些奶 有些cream 做下去 很香的 有些地方就酸酸的 有些发酵的 效果更加好 有些人就用椰菜花 炸汁来喝 再加上一些红萝卜汁 就比较清甜一些 可以改善我们的消化 预防疾病 甚至也是减肥的一个很好的工具 但是当然了 生的椰菜花 都有一个情况 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会压制你的甲藏腺数 当然了 如果你是甲藏腺 抗粉的人 就有帮助 但是没有这个问题的人 都要留意 会不会因此 就出现了甲藏腺的低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是 说是这么说 但是我们根本 遇到机会一体 很少很少的 好了 还有一个什么工具呢 就是那个 我们叫 Extra Virgin Coconut Oil 就是第一手压榨的 最新鲜的椰子油 OK 那么椰子油的资料 大家很多 最近市面有很多书籍 包括中文翻译的书籍 也都说过椰子油的好处的 那么这个是一个天然的 对付毛菌 对付细菌的工具 它本身也都很多抗氧化 这些东西 其实是在自然界里面 很难找得到的了 那么椰子油本身 可以加强你那个免疫系统 还有平衡你的甲状腺素 平衡你的胆固醇 还有是血糖的水平 那么也都是改善 我们那个脑袋的功能 那么最近在网上 也都看到一些资料 很多老人痴呆的那些老人 那么喝椰子油 是很快 就是一几个礼拜之后 他那个老人痴呆的问题 就完全好了 所以油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过去就被我们 过去大食物公司压了 我们就认为 这些椰子油 是那个饱黄脂肪 还有它是有很多的蛋糊醇 认为是不好的 开始见我们吃很多的植物油 现在导致文明人 普遍的问题 其实就是又是吃这些 这样的植物油搞出来的 那么天然的椰子油 是出一个非常之自然界的 一个非常之广泛性的 有益的礼物来的 那么通常呢 有些人 我有些病人 就直接就每天就吃几汤羹 就由肥腦变肥 变回瘦的 就是轻了成很多磅的 那么简单的做法呢 就是在早上喝咖啡的时候 那你可以加些椰子油在这里 那么即时就令到你的 就是精神饱满 整个脑筋清醒 不妨你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好了 那么其实很多的 我们叫做fermented 那个发酵过的食物 包括我曾经所说的椰菜花 很多家里的叶制那些东西 Kepha那些 还有那些益菌 那个乳酪 这些全部都是会改善 我们的身体那个腸道的那些 那些是菌軸的 帮助我们预防癌症 令到我们是可以 就可以对付那个感染的 那么前一段时间呢 我想韩国都有做很多的研究 那些韩国人有吃什么呢 吃些椰子 那椰子呢 由当感冒季节来的时候呢 他们就吃椰子 那么已经证实了全部 原来这些呢 是一个天然的抗生素来的 那么最后呢 就是跟介绍的就是那个 那个胶性银 是 胶性银成过一百年历史的了 在未有抗生素之前呢 其实那些人不是说 一遇到细菌的感染就死了的 那么其实一直呢 我们都用一些胶性银的 那么胶性银呢 不单止对那个细菌的感染有帮助了 对病毒性的感染呢 其实一样都是很有帮助的 那么所以呢 胶性银是现在香港很多人越来越懂得用了 好了 那么今次呢 跟大家介绍了了 那么好几只的那个天然的抗生素啦 那么重复一下呢 就是那个oregano啦 oregano oil啦 就是牛炙油啦 那个新鲜的 就是没有经过高温处理的苹果醋啦 蜜糖啦 那个姜黄啦 大蒜啦 那个great fruit seed extract啦 就是西柚子的抽取物啦 Ecanacea啦 紫椎花啦 那个cabbage啦 椰菜花啦 椰子油啦 还有发酵过的食物啦 还有膠性银等等 其实呢 如果大家是平时有机会呢 多些进食这些食物呢 可以这样说呢 是可以加强我们的健康 预防很多些感染的 多谢了袁医生今天的分享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会诊 25773798 可爱的听众 也都可以用skype 和iPhone的Facetime 和袁医生网上会诊 可以打回刚才的电话 25773798 或者email去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3w.sourcwadio.com 谢谢袁医生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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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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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既阅 订阅 健康产品 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